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柜子手每砍一颗人头就会得到四个银元的补助 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长工半年的工资 不仅如此 中国人既会死无全尸 犯人的亲属为了给亲人留个全尸 一般都会贿赂柜子手 希望他们能不把脖子彻底砍断 这也给柜子手增加了很多灰色收入 就算是赚钱 那柜子手也是杀人的职业 难以想象了 什么样的人才会喜欢这样的职业呢 柜子手一般出身穷苦 为了生活 他们从小就要拜老柜子手为师 往往要经过十几年的培训才能正式出师 小柜子手从入门开始就要练习杀生 当然 他们杀的不是人 而是一些鸡鸭鹅狗之类的小动物 到后来呢 会逐渐杀一些大型动物 这样做主要就是为了练胆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柜子手 还要具有一手好的刀法 他们会在冬瓜上划一条线 什么时候沿着线能把冬瓜一刀两断 这砍头刀法也就算是练成了 其实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用户体验 您想啊 要是在行刑过程中 一刀没砍死犯人 还要再砍几刀 那犯人得多痛苦啊 其实不是被生活所迫 就算给您再多的钱 您也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双手沾盘鲜血吧 在众多古装剧中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已经成了皇帝圣旨的标配开头 但如果真像宫廷剧里那样 不管哪个朝代皇帝的圣旨 都用这八个字做开头 那这笑话可就闹大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注看见新浪微博 回复圣旨 你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